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 大家早上好 过得忙你 今天是2021年1月8号 星期一 因为呢 这里呢 现在是一个东南方 太阳从东南方升起 即将升起这个日出 和大家一起观赏一下华府的日出 这个 大德如羊啊 苟日新 日日新 我们每天呢 就住在这里就看到天下 这面面对的华府 这边就是 这边是华府 那么这边大华府 这边呢 就是进水楼台先得月啊 因为选择这么一个地 选择这么一个地方 一个地方 也就是华府的最高处 就是良情折磨而弃嘛 所以呢 这里居高升自远 所以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所以在这里有一个环境啊 就是我感觉到一种胸怀 人常说啊 实际上最浩瀚的是大海 但是比大海还要浩瀚的是天空 比天空更浩瀚的呢 就是胸怀 就是在一个地方坐啊 在一个地方坐啊 往往是 看到这就是公交 不是公交 不是公交 不是公交车 是公 啊 这是公交车 看到了吗 没看到 看到吗 这是一个公交车 我们看到公交车 我们看到公交车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呢 居然思危啊 那么就看到这里呢 这一年之计啊 在于春 一日之计呢 在于晨 今天呢 我想做什么呢 我想做一件事 就是今天呢 就是想给这个两会啊 中国这个两会 写一封这个 写一封建言吧 叫做论述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 叫做1982年的宪法 这个实际上的背景呢 这个实在背景呢 就是因为这个 就是因为呢 呢 现在的两岸形势到了一个关键时刻 这个关键时刻 我把它做个录音 2021年实际上是1982年的建立宪法也来了 人大代表 按照法律来说可以两届 两任 两任的话 2021年是十四母规划的开局之年 那么也是本届人大代表收官资年 可能包括国家主席第二任期的收官资年 这个收官资年有一个字总结 在这个十年当中 我们做了些什么 有的是功成名就了 有的是金律满谈了 有的是天文之的 国家总而言之是进步了 同时我们也看到这里的尽情繁殖 自交系 还有那个 一些腐败的事情也在我们周围发生了 注目惊心了 所以作为一个人大代表 到底体现了人民公土的 有没有体现中人民公土或者对我们公民社会做了 就是一个县政的一个建设做了哪些事情 而是经历了哪些事情取得了哪些成果 这是我们需要大家进行静下来 自己圣读 自己摸着良心 自己对这个国家 不要问国家为我们做了些什么 要问我们为这个国家 为人民 为两岸关系的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也好 法统台湾也好 做了些什么 有哪些教训 有哪些经验 我们过去总是把强调我们做了哪些成绩 做了哪些政绩 做了我们自己 给自己结论的一个 自己给自己标榜自己的丰功 丰功美绩 这么这么一个鉴定 一个人生的一个 丰产 但是我们现在要看到了 在 在 要看到差距 和我们当年1982年的宪法的建议的时候 我们的设想的差距 我们没有完成国家统一 我们没有实行一个 完整的一个限制 我们国家的法治建设 还有公民社会的建设 刚刚在起 这里有个思想 一个教育的转换的问题 1905年 孙农山和严富在伦敦见面 就说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如果和平民主救中国 还是三民主义救中国 还是革命来救中国 这个孙农山那一代呢 是一个先行者 也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启蒙者 可能他的年龄和我的爷爷的能力差不多 我的爷爷当年是在 到了天津 郑昌阳 美国的郑昌阳太阳现在出来了 我们看到一个曙光了 看到曙光 我不知道大家看得到吗 在这里 我们讲 一个人 一个新生事物的诞生 就像太阳出来一样 这个太阳 中华民国 推翻了满清的封建统治 结束了两千多年 秦始皇建立了大一统 这种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帝制 封建帝制是怎么一个封建帝制呢 那么这个思想 秦始皇 中国大秦实际上是代表了中国的统一 统一了 做了哪些事情呢 做了 统一了车轨 统一了杜亮恒 这个 这个 秦始延安赵卫星呢 在战国 春秋战国时代 统一了货币 统一了这个 这个 这个 文字 统一了文字 他修建了大秦的水平 郑国渠啊 以至后来的这个 南北这个 达宁河啊 这个 这个 达宁河 可能不是那个时候修建的 但是万里长城呢 还有一个 宫殿 还有这个 还有一个呢 秦始皇 那个林 黎山 那个 黄陵 也就是我今天看到林花勇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这个中国实现了大一头 也展示了一个呢 一个举国之力啊 在那个时间 举国之力可以办大事 但是 拿往今天来说 今天来说这个社会主义的 优越性 其实那个时候 就从那个 秦始皇宗开始 秦始皇宗那个时候 不叫做社会主义 举国体制 那个时候叫做大秦帝国 这个帝国呢 就是有我无他 就是 美国呢就是 也是那么一个霸权之下 帝国嘛 就是霸权 就是 有我的存在 就是中国 还有其他的那些国家呢 我就要把你搬倒 就是我的敌人 这个就是 有这么一个概念 但是当它统一了之后呢 这个国家实现统一之后呢 就出现了 就开始暴露了这个 暴露了这个问题 这个制度 一个新生的制度出来之后 就暴露了很多 制度的建设的部门 还有这个 转折期间很多这个不适应 这个 皇族的 极快 极度 这个皇帝就是八七子弟啊 就是这个 大秦那个宗族的快速的腐朽 还有这些战将那个 这个大家都想做皇帝这种思想 要争权夺利 儿主 这个家庭 公庆斗争就出来了 换官篡权 等等 后来的腐败就出来了 但是 这个给我们留下了很多 这个两千多年的这个封建帝制 留给了我们一个 以农耕经济 就是路权经济 为基础的 以经济基础的一个大一统的一个 一个社会主义的一个体制 我们说它是社会主义呢 这个出行 就是说它有一个举国体制 它是 它废除了分封制 当然它建立了俊县制 这是一种制度的进步 那么 后来呢 这个满清时代呢 又出现了军阀格局 这是一个向历史的回流 向封建社会的一个回流 另外 人的思想 孙中山说了一句话 三民主义 虽然这个叫 我们是 这个建立的民主共和国 人民当家做主任 但是实际上 它还是没有改变 人人都想做皇帝 所以它说呢 要让四漫漫人民做皇帝 这么一个思想呢 遗留到现在 我觉得这个皇帝 做皇帝这个思想 在中国来讲 是根深蒂固的 这个吕家文化 君君臣臣 祖父父之子 就留下了这么一个 留下了这么一个 虽然留下了 为天地理心 为生命利命 为往事既绝学 为万事开泰的 但是也留下了一个 人都想做皇帝 因为皇帝 它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利 就是这个权利 就是别人管不了我 我愿意干什么就干 我的自由达到了 自由世界 自由世界 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不受权利的约束 而不受任何的约束的情况下 也没有法制的约束 我说的话就是法 这个就会制造成更大的腐败 就会使这个 自己走向自己的反面 所以我们就说了一个 盛极而衰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 我要写这个文章 就写了几个八个题 写了这么一个 从大秦帝国 大秦父这个 还有大秦帝国 这两天年的历史 有了什么教训 我这很幸运的就是 我生在台湾 在经历的二二八事件 很多人不知道二二八事件的真相 而我 我是在那个时代出生的 我知道这个二二八事件的真正背景 一个是国民党 在大陆呢 败退 败退台湾 然后呢 带了这个黄金 这个时候日本呢 投降 日本投降呢 做了一个手脚 就是 印了这个 货币战争 印了大量的 这个 当时的 台币 在8月5到10月25 之间呢 印了大量的这个 钞票 用这个钞票呢 实际上把台湾的整个经济 都购买了 在这个购买这个当中呢 就说买了之后 运到了 去运到 运到 运到 所以就制造了台湾的 这个 物质的紧张 然后呢 没有 没有粮食 没有 没有这个食品 没有这个物质 那个生活的必需品 所以就出现了小贩 小贩还有这种和那个 一个 政府 一个 一个 管理 一个统一的一个 管理的一个矛盾 这个就爆发了 二二八市面的一个冲突 市面上的冲突 然后就把 日本呢也好 本地人呢 就爆发了一个 本地人不满新来的一个 国民党政府的一个统治 这么一个斗争 这个当时也是一个 经济斗争 转化成社会的公民斗争 然后爆发了人民斗争 然后就被民进党利用成了 这个是一个台湾人的崛起 台湾人的独立 一个形象 但这个问题啊 这个斗争呢 一直在延续前 但是我们讲的 中立的来讲 但是后来就把这个 这个矛盾呢 就转嫁给陈诚了 陈诚呢 陈诚呢 就是当时的台湾省省长 第一届这个 这个 这个主播 然后呢 陈诚呢 后来又被 这个国民党 杀害 这么一个历史 这个历史 我们简单的复述讲 今天我们就讲了 也是为了 今天我来论述 这个 八二宪法 也是因为 八二宪法 是为了国家统一而设立 因为那个时间呢 1971年的时候 中华人民共和国呢 就是这个 这个 确立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代表中华民国的 这个唯一合法政 那个 然后呢 1979年呢 中美建交 中美建交 一个建交公报 还提出 美国为了这个 这个 当时的中华民国 这个 这个 政府和台湾这个 台湾这个 这个 流亡政府 设立了一个 台湾人民的 关系 就是一个 承认它是 美国人民和台湾人民之间 是民间的一个关系 美国是一个 憲政 一个 憲政的一个国家 它强调了 人民主权和契约精神 这里呢 它有一个 它作为它一个大国 超级大国 它就产生了一个 产生了一个 产生了一个什么呢 它产生了一个 好像是对我 对我这个 过去这个 中华民国这个 修改了过去的七五宪法 七五宪法 七五宪法当时还是带走的 文化大革命的一个 一个 一个痕迹 文化大革命是一种 四大民主化 就是 大民主 大字包 大编论 大串联 大批斑 就是梳立毛泽东思想的 绝对权威 就是梳立毛泽东思想的 高于法治 凡是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决定的 我们就要迎货 反正毛泽东反对 我们就要反正 这两个凡社会 我这里 所有开场白了 我当然就写了 这个实际上 就是尊促 我今天那个写的文章的目的 是尊促 国家设立 国家 这个 统一法 因为二 八二宪法当中呢 这个目的 没有达到 因为我们 在这个过程当中 经过了一些和平的努力 人 推行人政 这个 会台政策 等等 这一系列 经过四十年 到今天 我们 这一届政府 做了 做了 尽了全力了 但是 说来说去 没有完成了这个国家统一 国家统一 这个是个正道 但是没有完成 我们不是说 人的如是 当你没有完成 就回过头来 我来解答 我的法律 出现了什么问题 在这个法律 在这个 在法律 这个出现问题 是不是 制度设计上出现了问题 我们说 要反省 让这个 我们的制度出现什么问题 当然我今天就是做一个反省 目的是反省 就是 尊促了设立国家统一法 设立国家统一法的目的呢 就是要分清 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 台湾人们两千三百万人民呢 有一部分人呢 他是坚持要靠国家分裂的 他坚持要另立一个国家 要分裂这个国家 然后把还有一部分 包括蓝颖的 主张是中华民国在台湾 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还有一部分人呢 认为 就是 台湾是一个 台湾人 是由台湾 两千三百万 台湾的主权 是由两千三百万 台湾人民所决定的 所以呢 就要成立一个台湾独立国 中国是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敌国 中国共产党是 是个专政独产的国家 针对这个问题 我提出了一个 过去叫做 逐独 逐克令 我就叫做逐台 逐独 逐独 逐独令 这个逐独令呢 就是驱逐台独和独台分装 主张独立的台湾人 把它分清 这个是国家统一的敌人 所以呢 这个内容呢 就是这么多 我打算呢 从这个 几个方面 因为人民呢 我们要建立的是公民社会 公民呢 就是国家主席呢 就是人民的公仆 所以他应该 作为公仆呢 他应该遵守 八二宪法的两届 不超过两届 这个连任制 2018年呢 虽然这个 这个 这个 人大大会呢 通过了这个 可以 可以连任 这么一个 一个法律 但是我觉得 这个法律呢 不适合 所以跟这个 呃 我们在美 到了美国来以后 跟那个宪政啊 跟着我们八二宪法 那个宪政的体制啊 我们的契约啊 要取信移民啊 我们当时建立的是 两届 邓小平也提出了 根据毛泽东这个 这个实践的教训 一个 不适合 再搞这个 皇帝制 不应该再搞 这个终身制 这个有很多弊端 包括了 尽情繁殖啊 或者是说这个 权力的腐败啊 就避免这个 王党走到王党 王国这个路线上来 所有网上废除这个 干部的这个 连任这个终身制 连任制 嗯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是利用这个机会呢 啊 发扬我们这个 公民的力量 公民的力量 有监国的力量 有监党的力量 有监督党的力量 有监督党的力量 也有监军的力量 也有这个 监政的力量 监督政权 也有监督法律的力量 所以我们今天就发扬这个力量 来解决啊 行使我们公民的权利 这也是为推动我们 中国的公民社会 另外 我们也借鉴了美国这个 这个宪政这个体制 如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枪 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 那么 2021年1月6号 一声枪响了 给中国送来了 给我送了 在生在华府 送来了 美国的宪政主义的 宪政历程 一个德和思 成与拜 这么一个教训 历史的教训 历史的一个轨迹 我们今天呢 更清楚地认识了 美国这个 宪政的两党 非持敌比 这种两党制 弊端 还有这个 各个县的分封制 State和United States 这个之间的 封建这种 就是格局啊 各个省的格局 对于这个 第四次工业革命啊 这个 一个某种程度上 一个阻力 一个竞争的 一个阻力 或者一个统一的 一个阻力 这里呢 跟中国这个比较呢 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举国体制 在防疫啊 还有这个 工业 这个推广 这个 信息化革命啊 信息化革命啊 还有第四次工业革命啊 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 这个 国家这个 经济建策生产力啊 这个 这个 解放这个 这个过程当中的 其他的一个 破坏和阻碍的作用 这个 这个 有比较就能见别嘛 所以我们觉得 通过这个比较 我通过今天讲 八大 有八个方面的比较 还谈这个问题啊 我设立了一个提纲 把这个 作用比较呢 写给自己 也是写给 写给未来的吧 今天就开一个头 写得好不好呢 因为我这个 略书文采 我是学数学的 就给一个结构 结构啊 给一个论据 谈一谈那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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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这个 还有宪法的理论 和实践 实践是检验理论的 唯一标准啊 还有国家主席的任期 终身制度危害 两者必须只居其一 还有宪法的一个权威性 和指导的实践 在国家统命当中呢 一个法治是和平统命的最高形式 另外 另外来说呢 这个就是 中国的民主共和的宪政 和协商民主 我们采取的是协商民主 和这个一党 我们的一党领政 一党领国 这么一个弊端 要警惕的 然后哪些地方需要 人民的监督呢 只有 中央对地方的监督 还不够 还缺一个自下而上的 对党和国家的监督 一个力度 还有一个公民的社会呢 对执政党和政府的监督 这就是公民社会的构建了 我提出一个民和主义 民兴主义和民立主义 这个过程当中 在实践过程当中呢 我过了一个73这个坎 下面下一个坎呢 就是84 如果我能活到84的话呢 那么上帝给我的时间呢 还有十年十年 十年数目百年数目 到一百年以后 那当我去世以后呢 或者是走了以后呢 见上帝 大家可以看到 再回过头来检验我这个所说的话 因为每个人呢 实际上每天做的事 都是给自己后来 到需要的后人来检验 我到底是 我做了哪些 我到底为国家做了哪些 为人民做了哪些 为历史这个建设 这个制度做了哪些贡献 好了 我今天就是讲一个 今天这个开场白了 现在就是这么一个 做这么一个录像 直播一下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今天有一个好的心情 我们看看 我们看看